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顶级巨星 徐悲鸿先生和他的妻子蒋碧薇和王玛大战女主从头到尾明显地奔着银子去不同 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结合 那是真爱 1916年21岁的徐悲鸿从老家一生来到上海拜访香港复旦大学教授蒋梅生 遇到了蒋梅生的二女儿蒋碧薇 二人一见钟情 坠爱海 但蒋碧薇当时是定下婚事的 徐悲鸿在老家也有原配 但这些都阻止不了二人的爱活 很快蒋碧薇和徐悲鸿私奔去了日本 辗转去了欧洲 在国外的前几年 两人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悲鸿那时名声尚浅 一度又被官方停了学费 二人一度连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 但有情吟水宝 夫畅负随 地当他天为习 苦涩的物质生活 并没有成为二人的妨碍 那时期 徐悲鸿已将币薇为模特 画了很多画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得意之作是画马 但他却不以为然 他认为他的得意之作是女人的笑项 爱人的笑项 但和所有的恋人一样 很多美好的东西往往生于患难 灭于安乐 渐渐的徐悲鸿在画坛 当年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 物质生活已经不是他们的难题 大多数的婚姻都会从激情变成亲情 徐悲鸿与蒋碧威同样如此 但徐悲鸿是大师 是感情世界丰富的艺术家 是需要创造激情的巨家 蒋碧威和所有已婚女人一样 需要一个安稳的家 也需要一个全心全意 将感情赋予自己的老公 但徐悲鸿明显不是艺术 自我 爱情 家庭 这或许是徐悲鸿心中的排列 悲鸿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是旅欧中途回国 带了一些自己的画作兜售 很快一扫而光 卖得七万大洋回楼 蒋碧威心中高兴了一通 过了好几年拒紧的生活 徐太太这下可以过得稍好一点吧 结果没两天 七万大洋被徐悲鸿花光了 不是买豪宅跑车阳小三 而是全部买成了名家传世画作 两人为这些鸡毛蒜皮开始争执 二人彼此头上的光环日益退却 回国后 很快一名叫孙多慈的女生 成为了二人感情破裂的导火线 孙是徐的弟子 对徐由崇拜转为爱恋 徐尊之间 其实多为红颜知己式的感情 老徐其实顶多在精神上出轨 所以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妻子背叛 他向妻子坦诚 自己喜欢孙多慈 一种精神上的爱恋 但蒋碧威则认为 丈夫必然从精神到肉体上都要忠于他 他多方阻止徐孙往来 徐本来是想送孙多慈送到国外深造 蒋碧威又四处闹腾 换了这桩其实对他的婚姻有利的好事 1932年 徐家在南京的公馆落成 孙多慈给老师送来摆苗蜂苗 蒋碧威又一次促进大发 把这些蜂苗全烧掉 性格温厚的威虹大怒 两人激烈争吵 威虹后来将自己的画室称为吴峰氏 并刻下吴峰堂一枚 自此他们的感情开始破裂 他悲哀的发现 当年在江南春风危雨中 向来走来的蒋碧威已经不见了 他开始冷落蒋碧威 抗战一时 他抛下了蒋碧威独自去了广西 你做初一 老娘便做十五 被老公冷落的蒋碧威 很快便勾搭上了他的一位仰慕者张道帆 一个出身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政客 并公开成了张道帆的情妇 给徐碧红戴了绿帽 任何男人戴了绿帽都会愤怒 无论是王宝强还是徐碧红 于是徐碧红1938年在广西发表声明 宣布比人与蒋碧威女士 已经脱离同居关系 比在社会上的一切事业爱 尤其个人负责 特此声明 按蒋碧威的看来 悲红的这纸修书 是因为想脱离自由神 和小三孙多慈双素双气 但事实上 徐碧红后来并没有和孙多慈走在一起 他们有缘无分 那份感情并没有蒋碧威想象的肮脏 这份声明 七年后老徐又发了一次 原因是悲红这次真的找到了真爱 和小他二十八岁的女生廖静文相恋 并准备再入婚姻殿堂 而蒋碧威新闻后不甘心 凭什么你找到幸福了 我找不到张道帆有妻事且不肯离婚 蒋只能长期当小三 他此时的嘴脸 已然是没脸没皮的泼妇 他又一次写信给廖静文的父母 立足徐碧红和廖静文结合 蒋碧威的心态此时是 幸福 我即使得不到 你也别想拥有 徐碧红不得已只能在贵阳日报上再次声明 他老徐七年前和蒋碧威就已脱离夫妻关系 蒋碧威看到声明大怒 向法院提起诉讼 认为碧红此举侵犯了 她作为一名女性 在社会独立自由的权利 侵权这点看起和王马岸神相似 这些女人们都是些什么想法和逻辑 NYDOD 最终在律师的调和下 1945年 徐碧红和蒋碧威达成了礼婚协议 最后蒋碧威的想法很简单 如果没有很多爱 那么有很多钱也很好 于是她狮子大开口 开出了天价的财产分割条件 任她挑选徐碧红收藏的四十幅古画 一百幅徐碧红的作品 一百万大洋 当时蒋碧威开出的财产分割条件 换到今天是什么价值 叶狼实在无法想象 碧红协认单幅作品 最高拍到2.8亿元的天价 最低也是八位数 徐碧红收藏的古画的价值 大家也可想而知 即使在当时 这也是一笔天文数字 面对蒋碧威开出的条件 徐碧红一口硬成 她当时的现作不够 于是她拖着当时已不太好的身体 数月连更大也完成了一百幅离婚作业 后来的第二任妻子 廖静文回忆录里写道 先生仅活了58岁便英年早逝 当年的漫长的离婚官司 以及后来的一百幅离婚作业 损耗了她太多的精力 可以说蒋碧威分割财产的条件几乎要了徐碧红的命 后来蒋碧威拿着巨额财产远走台湾 但最终她也没能成为张道帆的正事 当了张近二十年的情妇后黯然分手 但晚年靠当离婚分割的话为生 吃穿用度均很阔绰 而徐碧红用天价的离婚费 换得了自由身 余生和廖静文 近七年幸福的婚姻生活 她感受到了爱情和激情的回归 1953年徐碧红因老医血突发病逝后 廖静文继承了徐锦千福作品 即近千福古画 但她做出了一个决定 将所有碧红作品和收藏 及一套住宅捐出给国家 成立徐碧红纪念馆 有网友计算 当年廖静文女士的捐赠价值超过百亿 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一笔捐赠 廖静文说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徐碧红 她走了 我还要别的东西干嘛 捐给国家 可以让碧红的艺术生命人序 有一种人的爱情 是控制和战友 而有一种人的爱情 是奉献和成就 两个女人 一个最后得到了徐碧红的钱 一个最后得到了徐碧红的爱 谁是赢家呢 关于离婚宣言 叶狼还是最喜欢孟小冬对梅兰芳的那段话 怎么听怎么得尽 孟梅大战和王马大战 孟王是受害者 想想人家孟小冬当时号称东皇 江湖地位不比你梅兰芳差 你有老婆且怕老婆 就别招惹人家 何必花言巧语的骗孟小冬梅家中 可以配置双夫人 白白忽悠了孟小冬三年 以为是当梅夫人 结果成了被包养的小三 上当受骗了孟小冬 最后一次是这样和梅兰芳这样谈牌的 孟小冬说 你的臭钱我一分不要 我能挣 而且挣得不会比你少我将来不唱则吧 要唱只会比你唱得好 要嫁人不嫁则吧 要嫁只会挑比你好的东皇 显示出他的王者之风 选择净身出户 但他的超级粉丝杜月笙觉得他不值 这还有公道吗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不行 一定得替孟小冬讨了个公道 杜老大出马 自认理亏的梅兰芳 不得不掏出四万大洋当 分手费 后来的王宝强事件中 每个人都想当住月笙 平兰官是特约撰稿人 一朗门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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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